台灣明天舉行大選 三大政黨在投票前夕 分別舉行造勢大會 民進黨的賴清德夜晚 到台南市本命區安平 出席造勢晚會 他感謝在場人士支持 之後將會趕回新北板橋 出席另一場造勢大會 民眾黨在台北海達格蘭大道 維安民節舉行造勢晚會 大量支持者率先到場 不少是年輕人 國民黨的造勢晚會 在侯友宜的大本營新北市舉行 出席者除了有侯友宜 同副手趙紹康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立委候選人韓國瑜等人 都會出席站台 台灣大選預計明晚有結果 選民同時會選出新一屆立委 藍綠兩黨將會力拼取得過半席位 白營就期望可以成為關鍵少數 兩岸議題繼續成為台灣大選的焦點 三個候選人都明言 自己的兩岸政策只能實現和平 又何森言說下三個人的立場 這次台灣大選三組候選人雖然都有圍繞經濟 民生等社會議題激烈交鋒 但在解放軍繼續在台海進行軍演的背景之下 兩岸政策依然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在民意調查當中 支持到一直領先的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 曾經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作為蔡英文的副手 她說如果當選會延續蔡英文的旅岸路線 一方面維持現狀 提升防衛能力 同時加強國際間的民主陣營合作 我們的新使命就是守護台灣 促進台灣的民主和平與繁榮 另一名候選人國民黨的侯友宜 同樣支持台灣加強自我防衛能力 但和賴清德不同 在九二共識方面 她表明會有條件接受 她說大選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強調會以被戰為最大責任 除了傳統的藍綠 今年大選都出現了一種新顏色 由歐盟捷帶領被稱為白形的民眾黨 她的兩岸政策是台灣自主 兩岸和平 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這只是先跟對方表達我的善意 台灣要保有現行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 和生活方式 在這個底線之下 我願意跟你談 郝文哲說會尊重兩岸 過去已經簽署的協議 亦都願意跟大陸對話協商 提出重啟兩岸服貿協議的討論 解決兩岸民眾 在經商、學習和生活的實際需要 國台辦就期望台灣民眾堅持久異共識 反對台獨 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選擇 有線新聞河西面報導 在北京 外交部說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亦都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台獨是台海和平穩定最大威脅 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不尋求把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 我們希望美方恪守承諾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停止美台官方往來 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台灣地區選舉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那就應該明確反對台獨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內地上月外貿表現好過預期 其中出口創8個月以來最大升幅 海關總署說貿易保護主義 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仍然限制今年出口 魚丸魚報道 低基數效應和年底外貿需求增加 內地上個月出口表現好過預期 以美元計按年升了2.3% 高過預期的升1.5% 表現是8個月以來最好 進口就由跌0.6% 轉升0.2% 也都好過預期的跌0.5% 但是全年計出口仍然要跌4.6% 7年以來第一次錄得跌幅 進口跌了5.5% 貿易順差8,200多億美元 海關總署就說 外商持續低迷、貿易保護主義 地緣政治衝突等等因素 仍然限制著今年出口 紅海水域是重要的國際貨運行道 水域的安全和穩定 對全球的貿易和供應鏈 都是具有重要的意義 也攸關了全世界眾多企業的利益 當前水域的正常通行受到了一些影響 給航路的通差和國際貿易 企業的利益都增加了不穩定 海關總署還說 內地經濟人性強 有長期累積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外貿發展的有利條件 仍然多過不利因素 對於重點進出口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四分之三預計 今年進出口持平或增長 有信心推動今年外貿向好 有線新聞魚丸魚報道 內地CPI連續三個月收縮 去年12月CPI跌百分之零點三 已經是連續三個月下跌 跌幅少過市場預期 2023年全年就升百分之零點二 至於去年12月的PPI就跌百分之二點七 跌幅大過市場預期 2023年全年就跌百分之三 國統局表示上個月受寒冷天氣 以及節日前消費需求增加等影響 按月計的CPI由跌轉升 按年跌幅收窄 而受國際油價下行 以及部分工業品需求不足等影響 令期內PPI按月下跌 內地春運首日火車票即日起開售 今年的後補救票功能 以及車票改遷範圍 都有調整 方便旅客出行 終結營報道 今年春運 今個月26日開始 3月5日結束 一共計有40天 春運第一日的火車票星期五開售 旅客可以通過12306網站 鐵路12306手機程式 電話訂票等多個方式購買車票 但當中有不少改動 包括調整後補救票功能 每個旅客可以提交的後補訂單 數量增加到6張 每張訂單最多添加9個乘車人 亦都增加了被選方案的數量 原先的話是可以選擇兩個相鄰日期 每個日期五個車次最多是10個需求 我們現在給它擴大了 可以選擇任意的三個日期 累計可以達到60個的車次日期的這種組合 後補訂單對現時間選擇範圍 由開車前兩小時調整為開車前20分鐘 如果有新增旅客列車 座位將會優先配售給已經提交後補訂單的旅客 鐵路部門將會在下星期一開始 擴大車票改遷範圍 旅客可以在開車當日改遷預售期內車票 鐵路12306手機客戶端亦都推出 救票需求預填和火車票起售提醒訂閱兩項新功能 旅客可以在車票起售當日 預先填寫乘車人、車次等等的訊息 等到車票發售的時候 提交救票訂單 亦都可以根據車票起售的時間 提前通過系統設置提醒 以便及時買票 另外有關方面為學生和務工人員設置專項服務功能 符合條件的人可以在專區預約救票 每個人最多可以同時提交六張預約訂單 有線新聞中結營報道 農曆新年章市 內地的寵物寄養服務需求大增 多項服務被提前預訂 部分寵物店趁機坐地起隔 如斯蘭報道 不少民眾都會趁農曆新年 回鄉下探親或出國旅行 由於帶著寵物出行不方便 他們會先將家裡的寵物送去寄養 廣州這個寵物寄養店 就提供九隻寄養服務 預訂基本都罷滿 新年期間額外收取30%的服務費 而在廣州另一間寵物寄養店 除了可以寄養狗 還可以寄養貓和兔製等 有受醫建議 寵物主人在選擇寄養機構的時候 最好親身視察一下環境 確定是否有醫療設備等 寄養之前也應該為寵物注射疫苗 和驅蟲減低風險 友善新聞如斯蘭報道 節目時間到此 稍後其他新聞